地位是所有车旗里最高的 不管是排在世界首位的丰田 还是美国通用的福特 在中国的地位都比不上大众 但是有句话带字母的大众和带话筒的红旗 在路上遇到的话最好绕道走 一般的土豪是惹不起的 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在大众品牌上来讲 有一款车是灰腾 这款车价格卖到百万 但是很多的土豪并不会选择这款车 因为这款车的辨识度实在是太低了 和其他的大众车没什么区别 而刚刚提到的带话筒的红旗车 有很多人想开却又开不到 原因是在1958年它开发成功 并且成为国家领导人乘坐的 所以红旗车这一个品牌的效应 已经超过了它自身的价值 特别是红旗车上还带着话筒的 见到之后更是不敢染指了 大家对于车还有哪些了解呢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喜欢我关注我 手艺还有更多精彩视频